可食地景的概念已经逐步在新北市拓展 为了让更多市民能透过可食地景这项媒介 共同感受乐活又健康的新生活方式 将点线面依序串联结合 新北市政府农业局与永和社区大学合作 开办12周可食地景种子师资培训课程 自9月19日到12月12日每周六上午在永和社区大学开课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报名参加 市政府农业局警官处表示 这次课程安排结合理论以及食物 由可食地景的理念规划到经营与展望等不同的层面 以及在生态农场进行的户外实习课程 徐序渐进地培育出种子人才所需的相关职能 我们农业局推动可食地景 就是希望在兼具一些当地的景观绿美化效果 以及可食用安心的食物产出 让又融合社区邻里人的互相交流 所以说我们办这个课程目的 就是希望说推广让市美市有更多的地方 能够让一些闲置或低度的利用空间 可以来响应限制可食地景 然后来融合这些优点在里内发扬 警官处表示 可食地景就是在生活周边 遗照出可以吃的风景 以作物进行绿美化 创造生活空间的崭新风貌 采用兼具景观绿美化以及种植可以吃的植物 并融合社区共同参与的栽培方式 让人与环境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更加密切且贴近需求 我们新北市政府农业局和永和社区大学合作 举办可食地景的社区种子师之培训课程 那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有一些种子的人才 可以在新北市各个角落来推广可食地景 那我们课程是在9月19号开始到12月12号 每周六上午举办 总共12周44小时的课程 那课程的内容会包括可食地景的理念 规划经营以及相关的食物 那其中也包括了四周的现地的实作课程 以及一周的参访 课长孙豪廷表示 招收名额有35人 因而满为止 而且需缴交保证金1000元 全程参与课程后将会退回保证金 欢迎民众踊跃参加 介方强视频长报道